观景台上可以看到前方的鳄鱼山 还能一览无尽的太平洋 这样美景是通往金丰乡嘉兰村的 东六十四线两公里附近 金丰乡公所为了提升部落观光产业发展 邀请部落工方旅行社及其他业者 共同讨论如何打造巨系统性 又能连结东六十四线跟嘉兰村内的旅游行程 嘉兰村都已经几乎都已经准备好了 等待的是公所这里的整合 跟业者能够参差配合 让我们把我们自己嘉兰村所见所闻的 给大家知道给大家共享 我们的安排不会说只会安排某一个部落 一定是包含了景点 大家会想去的地方 那其中会参差了 例如午餐 例如某些的体验的行程 会在部落里面 金丰乡公所表示 近年乡内观光产业日趋成熟 透过会议讨论 希望梅河东六十四线上所有的旅游 餐饮 手工艺 文串 农业等业者 开发出更多不同主题的旅游行程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梅河 让很多的旅行社 那基本上这一次的三家的旅行社 是过去曾经合作过的 那在合作过程当中 他们也觉得金丰确实是可以带来游客 那游客来了以后呢 有一些后续的效应 天空步道文化体验 美食享受 再加上以泡脚设计为主的家人温泉 相公所表示 未来也会规划泡摊的设计 让前来这条线上游玩的游客 感受多样化的旅游体验 同时也帮助更多在地的经济产业发展 原事新闻物举台东金峰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